四艘载有43名渔民的越南渔船 日前闯入我国吉兰丹海域非法捕鱼 虽然海市执法机构的巡逻艇及时拦截 但是对方的渔船却一度拒绝停下 使得执法人员被迫强制登船 场面惊险半分 除了扣查落网的渔民 总值386万令吉的渔船 渔货和捕鱼工具也被冲攻 成为当局近年来最大宗的逮捕行动 当中海市执法机构副主任凯伦达利亚 今天召开记者会透露 当局的巡逻艇是在星期四早上8点到下午3点之间 陆续在都巴里港口的外海 发现这四艘越界捕捞的渔船 在拦截过程中 这些越南渔船还试图加速逃回公海 但还是被海市执法机构的快艇阻拦 至于充公的各种财物 包括了重达6000公斤的渔货 四艘渔船 捕鱼工具和导航及通讯系统等等 当局将援引1985年渔业法令 和1963年移民法令调查这起案件 在内部中只是在表面在涯中 概念中 每天遇到 我應該是是 每天遇到 我应该可以 在困长区的